每个人都有磁场 吸引着与你相同的人和事物 你有什么磁场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这就是物以内聚人以群分 也就是说你遇到的人和事 往往都是你的性格心理等磁场的对外的一个投射 你遇到的不是别人 你遇到的实际上就是你自己 比如说你内心有这种不好的负面的情绪 你早晚也会遇到同类的人 你的内心是阴暗的 你的周围可能都是小人 你的内心充满着情欲 遇到的都是这种小姐姐 你的性格中有叛逆的成分 那么你遇到的可能也是渣男 你的个性当中充满着悔 精怪不信任别人 那么你很可能不会遇到贵人相助 如果你心怀慈悲宽容阳光大方 可能就会左右逢源 有很多人帮助你 所以是你不用抱怨环境 你所有的遭遇 其实都在你的内心 已经提前写好了剧本 你所有人都是在学会上的 我今天有人帮助你 为什么不救你